這是薄梅狗 這是薄梅狗 這是熊啦 沒關係我們家有一隻熊 我們小孩叫小熊 你的IG上面有那個狗狗的照片 我剛剛一直在看他沒有別麥克風 原來是已經別在身上了 今天講話非常甜美的是李振瑩 他給我的這個run down上面寫的叫罕見職人 甄瑩解釋一下好了 甄瑩長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這是一隻狗啦 但他長得蠻像熊 剛好我們家需要這種中和體 這個叫什麼毛毡 這個是羊毛球 羊毛球 毛線球 我們怎麼樣稱呼這樣子的藝術品 毛線球 真的是一個手工很細的人 那做一個小的 像活美狗的頭要多久的時間呢 大概至少要一兩天 就是如果你要修得很精細 然後細節部分要做得漂亮 也是要得一兩天 你應該知道我其實是從小就是家政不及格 我只要聽到你講一兩天 我就會肅軟起敬 因為這是我辦不到的事情 好那麼李正宜來講一下 就是其實本來好好的 對不對 也是一個青春少女在享受青春時光 那麼七年前到底怎麼了呀 就是那時候跟主管一起創業 然後就是工作實在太累 就每天工作大概四五十六小時 然後日夜顛倒 你創什麼業啊 就是那時候就是做自己的品牌 因為我本身是學設計的 然後那時候是做一個包包品牌 然後再趕一個展覽 然後就非常疲累 然後就突然就是 在展覽結束的隔天 就突然發病 就是腳很麻 然後到晚上就是 我還是去參加公司的那些活動 然後可是到晚上就腳 就兩腳都沒力氣 然後後來就去掛急診 然後後來去住院 然後在住院的時候又二次發病 然後就變成下半身完全彈化這樣 這太奇特了對不對 所以叫做罕見疾病 對 其實你本來應該也不覺得怎麼樣 覺得還年輕嗎 對我覺得還年輕可以拼啊 累一下那麼就 可能一下出院又好啦 對 結果應該是醫生為了要找出病因 花了很久的時間 對 因為他是需要做一個特殊的檢測 然後那檢測也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中間就是一開始只是用疾病期的方式 就是用類固醇把它壓下去 然後後來就是在等那個檢驗的時候 就是還沒有找到病因嘛 找到病因之後才對症下藥 才慢慢穩定住 所以這個叫什麼疾病啊 我的疾病叫做視神經脊髓炎 然後比較廣為人知的就是 你看我們都聽不懂對不對 對對對 比較像他是比較類似多發性硬化症 然後他是多發性硬化症 下面分出來一個比較小的族群 對然後因為是比較新的歸類 所以是在前年才被納入寒病 所以是多發性硬化症我就有聽過 那是存在我們基因裡的問題 然後因為過度勞累 你太年輕就把它引發 然後一引發了就無法回頭 是這樣嗎 對因為現在其實還沒有真正可以治療他的方法 就是比較治標不治本 就是會用那種免疫意志劑 把你的免疫力壓到很低 然後就像小朋友那樣子的免疫力 然後讓你的免疫系統沒有辦法攻擊自己 所以你這個有點像 我怎麼比喻呢 就是紅斑性狼瘡這樣東西 就是免疫系統的自我攻擊 可是有些人可能就不是那麼嚴重 後來還會好或者要服用肋固醇之類的 可是你這個就是當你癱瘓了之後 你就連復健都沒有用 神經就沒有辦法再回復了嗎 對神經就是部分有被攻擊到就是壞事 然後但是醫生就跟我說就是能不能好就是看你的神經自己的恢復狀況 就是沒有腰就可以治療他 所以也有可能好 對那就是看自己 那你能做什麼呢 那個時候就是只能就是復健 對 因為就是體重的那個承重比較重的話 所以我後來是選擇去正心醫院做水療 嗯 就是可以降低我體重的負擔 然後又可以運動這樣子 嗯 就只能靠復健 就自己慢慢努力 然後讓它回復 然後現在跟剛發病的時候那種完全幾乎沒有知覺 比起來你做了這麼多努力有用嗎 嗯 我覺得真的是有慢慢的比較好 因為一開始真的是下半身完全癱瘓 就是完全沒有感覺的 嗯 然後後來就是慢慢進步到 嗯 腳會麻 然後會開始變成會有神經痛的現象 可是那也是有點慘對不對 對 就很慘 直到開始不舒服了 對 一開始會很沒有辦法接受神經痛 因為你就會覺得你的腳好像 24小時都有電流通過 嗯 然後就是那種電麻感 然後就是在你很疲累的時候 比較嚴重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電好像要從你的腳趾頭這樣爆衝出來 就是很痛 嗯 而且很不舒服 然後 腳就是也會有一種麻木感 就好像 就是想像著你每天都穿著一條就是濕掉的牛仔褲 然後就是腳步很沉重 然後又很沒有感覺 其實你知道你感覺的我曾經感覺過 真的嗎 問題是我只有感覺那個晚上 也就是醫生麻藥可能打偏了 還是就動手術的時候有可能 所以就你知道就那麼感覺是 是的我的腿有知覺 可是是一個非常不舒服的知覺 你寧可他不要有知覺 對 是不是 那我心裡想說 人家打麻藥不是就昏睡過去很舒服嗎 為什麼我會覺得那個沒有知覺 只有一點知覺 是如此的沉重跟不舒服 對 真的很不舒服 很痛啊很麻木 就是腳好像踩不到地板的感覺 是是 就是有一陣子 但又在你身上 對有一陣子 我都覺得我用腳踝在走路 因為我感覺不到我的腳底板 就很恐怖 可是你現在因為你是坐輪椅進來的嗎 對 所以你偶爾可以就推著東西站起來 還是怎麼樣嗎 嗯 我在家裡其實是可以 足的拐杖或者扶牆壁行走 但是在外面就是因為我腳底沒有感覺 就是平衡很不好 嗯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走遠 所以我都是用輪椅帶步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我問你 那你坐在大部分的時間 下半身的行動不方便 養狗的話 嗯 要注意到什麼 嗯 其實養狗就是我比較 其實養狗好麻煩喔 我最近有這種經驗 哈哈哈 牠比貓麻煩多了 哈哈哈 其實我覺得比較可惜 就是我會很想要大家去散步 但是我又沒有辦法 所以我說就是會 因為我的輪椅前面有加一個車頭 我就會把牠圈在手上 然後騎著車頭帶他去散步 但是要很怕不小心會撞到牠 所以就是要很小心 他必須很聰明就對了啦 對對對 好那我們就講 剛開始就努力創業的過程 然後後來呢 就以為自己只是一時的現象 可是卻誘發了某一種病因 那就是有多發性硬化症 還有這個泛式神經脊髓炎 這樣家裡的人目前只有你對不對 對只有我 所以你要萬一意思就是你應該有時候會想 如果當時不要這麼累 他搞不好就長一輩子不會出來 因為有些人累就是紅白性狼瘡或者是其他 對阿 有的人就可能只是昏倒下醒來就好了 我想說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可是你現在臉上都是笑容 你是不是有經過一段 就是自我在那邊懷疑啊 掙扎的期間 有耶 我真的每天都很後悔 就是我想說 我是很自責 因為我覺得我 不應該就是這樣不注重自己的身體健康 然後一直在那邊打拼 然後就會覺得很自責 你說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 就十二到十五十六小時這樣子 我誠可能說 我有時候我也長期一天都工作那麼久 可是 可是問題是在於就是說 你休息的時候你在做什麼 因為我休息的時候 我又會很想要補償性的 是不是 出去玩又沒有真的休息 然後年輕的時候會覺得說 反正熬夜熬個兩三天 睡覺就一條活龍嘛 所以其實是蠟燭真的是兩頭在燒自己啊 對 好那麼後來呢就是 罕見疾病的基金會 你有加入嘛 那個職人團體對不對 就變成罕見職人 之前那個小花媽也有來上過我們的節目 那後來我們自己的那個電商平台 我們就一直跟小花媽有聯繫 就是只要他覺得生活費上就 因為他一個人要養兩個孩子對不對 然後 要負擔很多家計 然後其中有一個孩子是喊病 那個孩子是OK的 那個哥哥還是很貼心 可是就經濟負擔很重 他在做XO醬或做那個爸長 爸長真的很好吃喔 我只是不方便在這裡告訴各位 不然的話我真的很想幫他推銷生意 那當然他如果有XO醬或者是爸長 就最例的 比如端午節之後 爸長生意就比較少了對不對 然後我就會幫他就是PO一個文 請大家去跟小花媽買 我自己也有買 我家現在冰箱都爸長啦 他一天真的吃一顆 他那個南部中真的超好吃 他說吃過最好吃的爸長 然後但是對不起 你可能要搜尋罕見疾病基金會 麻煩跟小花媽媽一下 還有啦 還有李鎮營 但是我們剛剛還沒有說到 鎮營做什麼 他顯然不是爸長派的 你看他的長相就是個文藝美少女 好來說一下 你怎麼跟這罕見職人合作好了 其實我只要做的是羊毛沾 這是第幾年之後才開始這個合作 第幾年其實我是因為我們的疾病 是在前年才列入喊病 所以一直到前年才加入喊病基金會 你這樣生的跟大家不一樣的病 還真麻煩 對 就是大家爭取很久 不認為是喊病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協助 對不對 全部靠自己 那你爸爸媽媽還有就是家庭很辛苦 沒有我們家單親 所以就是我還有媽媽跟姐姐這樣 那你媽媽跟姐姐很辛苦啊 我很辛苦 對啊 但我知道那種感覺 就你本來是一個為事業那麼打拼的人 這樣你整個閒下來 然後身上又有病痛 什麼都不做應該是一個更可怕的世界 會很焦慮 所以那個時候就還接觸到羊毛沾 就覺得在搓羊毛沾的時候 可以讓我就是比較平靜下來 然後又覺得比較 就是有療癒的感覺 然後又可以得到一種成就感 可是你本來就會畫設計圖 也是美工類的人才對不對 對 本身是學服裝設計 本來是說服裝 但是後來就沒有辦法去上班 對對對 變成在家裡接案 那你現在是怎麼樣去開拓自己的謀生之路 畢竟並不希望讓媽媽跟姐姐太累 對 我現在是有在接設計案 然後就是工作之餘就是會喜歡搓羊毛沾 對 然後一直是跟喊病基金會合作之後 才開了我的第一堂那個羊毛沾課程 所以主要並不是在賣羊毛沾 那是附帶的 是在教別人怎麼做羊毛沾 對 就是那時候就是開啟了這個課程 然後才想說要把我的作品商品畫 然後就是想未來計畫就是要販賣 可是以一個生意人的角度 我講實話好不好 我剛剛一問他說 那你做我們家狗這樣 做這麼漂亮 這根本就是藝術品對不對 那做多久 他說這樣一隻小小的就要搞兩天 我說我的媽 那請問就算你商品畫 你也沒辦法量化呀 對阿 就是比較大的問題是比較困難 對 像這個毛線球可能比較快可以一天 那羊毛沾的部分就是 手工會時間比較長 然後價格也稍微高一點 所以這個叫毛線球還比較快 對比較快 一天比較快 那羊毛沾是 我看人家那種日本人有很多做羊毛沾 都刷的很可愛啊 這樣小小的還更久啊 還有我的媽 所以可能會想說用客製化的那種 就是造人家家裡的寵物去製作這樣 真的 價格會再高一點 對 好沒關係啦 我當你的客人好了 如果我做一個 這個狗還好 我是一個貓跟我相處比較久 假設我做我們家那個賓士短毛毛有沒有 他就是這樣做一個頭 然後跟我的頭一樣大 這麼大 這樣差不多要花多少錢 這麼大應該 因為做大一點 我是一個那種很大的畫質的人 做大一點比較爽快啊 我相信你幹嘛去接那個一千兩千 你應該接大一點的啊 刷起來不是比較爽快嗎 是不是 有這麼大個 對 這樣原料要多少錢 這樣子可能真的會 我是在幫你算 對沒有錯你就把它說出來 因為我是在幫你算 你如果一次接一個 搞了兩天 然後賺一千多塊 這瘋了嘛 你等一下算一下告訴我們好不好 我一直覺得應該把它往藝術化 幸福好時光 今天我們訪問的是李正寅 長得很漂亮的女生 然後臉上永遠帶著笑容 我覺得她是不容易的 應該這七年來 也吃了很多很多的苦頭 好我們剛剛兩個在討論一個 這個生意的計畫 那你的現在的主要是在交羊毛沾嗎 那你客開在哪裡啊 我現在都是跟韓冰基金會合作 所以都是開在他們的機構裡面 所以就是要Google一下韓冰基金會 就是了 那當然呢各位也可以打那個 我們的中國廣貴臺美少女 0225005566 0225005566 如果你要去上羊毛沾的班 可是這世界上有一種人沒有耐心 像我喔 你叫我刷一個東西兩天 我 應該會去撞牆吧 所以我就想到說 那麼我是可以定一隻我們家那個貓貓啊 小胖貓米粒的頭對不對 把它掛在牆上 就好像啊 人家以前不是在那個獵老虎掛牆上那樣吧 那定一隻大的 他說我這樣那個材料很貴 我問他多貴 他說六七千 我說這樣可以啊 也就是說你這樣反而做大的 就算你花了兩天三天 對不對 你的工錢 假設你一隻工錢收六七千塊 那你至少每一天可以把你的人工是一種很貴的機會成本 可以要回來 而且你自己比較有藝術創作感 對不對 會有成就感 對啊 不要做鑰匙圈了來 我來做一個 霸氣的作品 然後來發動天下有寵物的人 都做一個頭掛牆上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 還有各位 我跟各位說那個 罕見職人裡面那個小花媽 他的肉掌真的很好吃喔 現在把我家冰箱塞滿 但我吃比較久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肉掌熱量還是高的 所以呢 我大概三天才敢吃一顆 怪我平常不敢吃澱粉 大家真的可以試試看 就把它當飯吃 比便當便宜 而且超級好 至於小花媽的聯絡 也一樣啦 就請你Google一下 罕見職人基金會 每個人都有一個不容易的故事 那麼你的譬如說 不行我這個很愛算成本 你去教課一個月 你可以收到多少的學生一年 嗯 因為現在這個還是剛起步 然後 因為我主要還是要在接設計案 所以那個 教課的部分還沒有真的非常的穩定 所以你還有時候 還有在接設計案 設計什麼呢 我主要做商業設計 就是品牌形象 然後包裝平面啊 產品那些 所以還好你有一技之長啊 對 可是這些案子應該靠的是之前那種在賣命時候的客源吧 還是也有人介紹呢 後來就是也有在接別人介紹啊 然後再接一些很多各種不同品牌的 比如說你可以做什麼 跟大家說嘛 我們請大家也要看中你的才華 要幫忙一下 你可以做什麼設計 嗯 我現在就是有在跟海底撈合作 就是接他們的包裝 什麼的包裝 海底撈需要 他們的那個即食品 就是在超商販售的那種即食品 就是自煮鍋啊 還是火鍋套餐的包裝 那你做的很好啦 你的技術性應該已經就是被大家認可 海底撈是大品牌啊 對啊 然後還有跟全家剝蜜跟丁哥的一些飲料包裝設計 嗯 對 但是做這些就比較一個大的問題 你都是大品牌 但他們就是不是每個月都需要 對吧 對對對 就是 海底撈比較多案子會比較持續性的接 然後其他比較小的牌子 就是會比較一陣一陣的 那如果大家需要你設計包裝的話 也要打電話到韓兵基金會嗎 他的理是 沒有我現在是在問你 理是那個木子理啦 證是政治的證 銀是晶銀剔透的銀 嗯 我在幫你找Case 謝謝 謀生雖然不是我們人生目的 但是是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對 在你生病的那段期間 我相信媽媽姐姐一定很辛苦 你等一下願意講他們辛苦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幸福好時光 我們今天訪問的是 罕見職人李正寅 不過我剛剛問了老半天 我一直在擔心他的謀生之路 結果我發現 他就算收這個羊毛毡 也還是針對其他的韓幣的朋友 我說不對啊 你應該要大眾化啊 而且他教課的價格之便宜 真嚇死我了 還包括材料不會吧 你在做醫務服務啊 可能之後會自己去外面開課 那一開始因為是基金會就是輔導我 所以我們才 你沒問題的 你連那麼大公司的包裝都接了 而且我剛剛鼓勵他做藝術品 不久我一定會在那個臉書上公佈 就是我因為我已經要決定替我們家米莉 訂一個貓的頭掛牆上 而且是要大的 我不要小的 那大家就看到 因為他的手工非常精細 然後他的設計圖也都畫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來講講你媽媽跟姐姐的辛苦吧 從你生病以來 就是我生病之後 就是都是媽媽在照顧我比較多 然後那時候 有男朋友幫忙照顧 但後來也分手了 然後其實在我身邊 這也是必然的 對 對 因為他後來發現 還真的很難好 對不對 對 就是覺得 就感覺大家都很辛苦啊 是是 剛才就放過他 然後呢 對然後後來就是 媽媽一定很擔心 對媽媽很擔心 首先是你要活著 希望你好好的 對不對 可是經濟負擔一定加重 對 所以就是 其實因為我跟姐姐算是家裡的經濟負擔者 所以就是算生病了還是要想辦法就是接案啊賺錢啊 就是要 不能讓媽媽太擔心 你現在跟我講話 臉上全部都是掛著微笑 你以前也是一個這麼開朗的人嗎 嗯 其實本來就是 但是我是一個 很會假裝堅強的人 你看 你會用笑來掩飾你心裡的辛苦 對不對 與其 與其哭還不如笑 好是這個態度 對對對 嗯 因為那時候生病其實就是心裡都還蠻難過的 就是自己也蠻不能接受 嗯 可是因為我又怕媽媽姐姐擔心 所以我就會一直 每天都假裝自己很好啊 然後 很 就是沒有什麼煩惱這樣 但其實我就是常常都是在 嗯 洗澡跟睡覺的時候會偷哭 然後有時候背對著客廳在上班的時候 我也是一直在掉眼淚 但是我就是不想要讓媽媽跟姐姐知道 嗯 對因為我怕他們會擔心 對 然後 但是他們就一直覺得我好像適應的很好 然後都沒有什麼問題這樣 其實我有故 我有感覺到 嗯 你也想要一直告訴我 真的嗎 你還不錯 嗯 但是我知道這樣的人 因為是他的人生是有尊嚴的 嗯 對 你不希望你在最糟糕的時候或 最彷徨的時候 別人也看出 對 那種彷徨 被脆弱被人家看出來 所以你生病的時候反而是你在安慰別人 對吧 對啊 就是 嗯 不想要讓 而且不想讓人家覺得我好像很脆弱 或者是很需要人家幫忙 就跟男朋友分手應該也是很難過 雖然知道那可能是一種 就不得已的必然 嗯 但你一定是笑笑送他走 你知道就是因為這麼堅強的性格 你的免疫系統也會一直出問題嗎 我知道 我就覺得我太 就是沒有正視我內心的想法 就是一直要把自己裝得很堅強 所以我的免疫系統就先崩潰了 其實我也 我有一次就我自己在翻新 我也發現我是有這種性格 所以就算我什麼手術生中病你看我都不講 我連家裡的人都不講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會增加我的負擔 我還要來安慰你 你知道 我每次在我人生最慘的時候 還要我出來主持正義安慰別人 我都覺得說這樣夠了嗎 你不如躲起來生病好了是不是 對 對對對 告訴你一切都是有意義的 上天讓你生這場病也許會帶給你什麼樣的 對 另外一方面的東西 對 因為我其實覺得 在這次生病之前其實我是非常不了解自己的 因為我常都是以別人的需求為優先 然後生病之後我才慢慢的了解 就是我應該要正視自己的需求 就是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然後就是應該要面對自己吧 你這麼年輕的是 你也是屬於那種被傳統的 女性微笑美德所綁架的女人 我這樣嚇應該不過分吧 嚇這個定義是不是 對啊 就覺得自己要當好女兒 然後當一個好同事 接案子啦 現在沒辦法 我知道像你這樣的人 有事情做的時候你就會忘記你的病痛 對吧 各位那個罕見職人的電話師 不好意思你就自己Google一下 這裡不能講電話 或者問中廣的那個美少女 0225-005566 然後大家如果家裡有寵物的 我們都來定隻頭好不好 哈哈哈哈 然後你也可以在IG裡面展出 好不好 我先定一隻喔 你記得我們家那個肥胖的米粒 米粒喔 所以他最近一直在減肥 哈哈哈哈 非自願減肥 他是那個 我的那個心頭肉 你有沒有看過金色羅牌那個電影 很久以前 沒有欸 他就是每個人有一隻本命獸 就在他旁邊有的是猴子啊 你要守護上那種 對不對 有的是雕啊 有的是有的沒的啊 我每天就跟那隻肥貓說 米粒你是我的本命貓 你要活得好好的 所以已經到了變態的地步了 哈哈哈哈 好今天我幫你介紹的是 就是罕見職人李正穎 他才加入沒有太久 嗯 其實我一直覺得啊 如果 嗯 就做公益團體喔 如果我們把它適度商業化的話 可以讓真 才能得到發揮 得到更大的幫助 嗯 嗯 所以欸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一看喔 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設計者 嗯 你如果想到有接不完的羊毛沾喔 那寵物的頭的訂單應該也很開心吧 嗯 你看 我們的人生其實活的的意義喔 除了讓自己開心 最重要就是 欸 讓有需要你的人開心啊 對不對 嗯 所以我們中廣的聽眾朋友 請這個 嗯 就是 就是訂購一下藝術品 其實這是今天早上我幫他開的一條路 哈哈 之前沒有 哈哈哈哈 謝謝大陸姐 不要訂小的喔 你要訂大的 這樣才賺得到工錢 一天至少要賺個一兩千塊工錢 不是嗎 喔 你本來這模式很難賺 然後那些大企業給你的case 我知道那就是有一餐沒一餐 對不對 嗯 好加油喔 謝謝大陸姐 有時候也不用故作堅強了啦 我是屬於這一派 所以我完全了解那個感覺 大家就覺得你好像很好嘛 雲淡風輕嘛 其實都不知道有苦跟誰說對不對 可是無論如何 連同學會都不敢參加 都不敢參加 對我相信你以前那是校花級的嘛對不對 沒有 我們還是要裝作很好 嗯 因為這是人走下去的一種尊嚴 不是嗎 嗯 好加油陣營 我們保持聯絡好不好 謝謝 那我們就會跟你定期報告 陣營的那個作品做到哪裡了 那也希望你打電話到0225005566 那今天我又幫他開第二條線 就是說如果有人要請他去做那個羊毛沾教學 一次至少要有好歹要有十個人吧 不然人家賺什麼呢 連學費都賺不到 就企業開班的話找他 一天就可以了幾個小時 嗯大概兩到三個小時 或者是家庭主婦開班這樣子 嗯 覺得大家如果團聚的時候無聊 做件事也挺好的嘛 嗯 好謝謝李正寅 謝謝 謝謝大如姐 好我今天講的話全部都算數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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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